剩下最后这几个技能 反正这胚子也比较便宜的 我来给最后这个胚子做讲解 首先这个宝宝有三对冲突技能 第一对为我们的落点名思 昨天晚上已经教过大家了 老板出其不意掉了 我就按照你拿你这个来给大家做个讲解了 落点名思两个在 这两个就一定会其中掉一个 会跟高神又是冲突的 所以这两个会有一个上一个下 这两个是冲突技能 那么很多人问说水攻怎么掉 魔之星跟水攻这两个是冲突的 所以这宝宝呢一共有三对冲突技能 水攻加魔星高神加会跟落点加名思 所以等一下呢我们打任何一本书的时候 我们看到哪一个技能 另外一个技能可能就会相对应的不见掉了 这一本书呢我们走本劲爆 因为劲爆会走名思位 把须弥前推到水攻位 所以我们看一下啊 这宝宝我们看一下 你要打劲爆的话 就要看到我们的水攻的位置 要变成须弥阵炎 因为他会前推啊 来劲爆 上去啊对吧推过来了 然后呢我们在此呢看这几个冲突技能啊 水攻魔星高神会跟还有弱点跟名思 先看一号位的法爆 再看二号位的会跟 会跟是在的 因为他冲突了所以上来 所以会跟高神这两个技能他是在的 所以下面的这个高神又是没有掉的 那么再看后面这个技能是弱点 是弱点的话 那就说明这宝宝弱点名思也都没有掉 也就是说这宝宝产生的一对技能掉了 就是魔星跟水攻 所以这边只要出现魔之星水攻就会掉了 啊水攻那就掉了 再来呢我们要再打下一本冲突技能 我们要走一本他的核心技能啊 上本法联上去 为啥说法联是他核心技能了 因为法联是一本后推书 后推前书 他会走最后一个位置 他会覆盖或者是会把技能往前推上去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判断 魔之星的位置会被法联 从后面往前推技能 魔之星变虚迷 来我们看一下魔之星变虚迷 法联上去 推上来 没有动 没有动的情况下呢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宝宝并没有被推动 也就是说上牌技能都是稳的 高神是在的 啊 法暴是在的 然后弱点名思也在的 那也就是说明什么 这宝宝的虚迷 跟禁机法暴 两个掉了其中一个 来我们看一下虚迷在不在 好 来禁机法暴是不是掉了 对没错 再来呢我们还是用刚刚的方式 打一本禁机法暴把它给推上去啊 还是上我们刚刚所说的啊 禁机法暴会走神又跟名思的位置 但是我们呢优先判断 他还是会前推 所以我们判断他的魔之星会变成虚迷真言 来我们走本 禁报 上 没有动 那就是往后推了 覆盖我们的虚迷 以及高神又的位置 我们看虚迷的位置是不是禁报 OK那就是往后推的 我们的高神又跟法连 应该是调了高神又 还是法连 调了法连 好 就调了我们后排输 再来一次 我们还是用法连 后推前的输 再推他一次 来 还是要看这个 魔之星的位置 要变虚迷真言 再打法灵给他推一下 上 好 这回推动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冲突技能 有可能就产生了 现在还差什么样的冲突技能没有掉呢 就是我们的 慧根跟高神 以及弱点跟明斯 所以我们看一号位 是我们的法报 再来呢 先看慧根在不在 好 慧根是在的 说明高神是没有掉的 那这宝宝呢 魔之星在了 那也就是说第二对冲突技能又产生了 弱点明斯掉了其中一个 所以呢我们要判断弱点明斯有没有掉的情况下呢 我们就看这个位置 暴击的正下方 高级法术暴击的正下方 如果出现了明斯 弱点就掉了 出现了弱点 那明斯就相反的掉了 这 出现了明斯 那就说明这宝宝弱点就掉了 好 这宝宝呢还缺最后一个技能 就是高级法术波动 高法波呢是拍二号位的技能 他会拍在我们的慧根位以及法报位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这宝宝如果魔之星不动的情况下 就有可能成了 好 来我们看魔之星 他如果变回根就代表 这宝宝并没有成 法报上去 变回根了 说明这宝宝并没有成 我们看法报的正下方是不是虚明 不是 那就是魔之星跟虚明掉了一个 来 是魔之星还虚明 是我们的虚明 那就是说明魔之星掉了 再来呢 再回补魔之星上去 再回补魔之星 其他技能都不会掉的 因为这是技能的顺序 来 魔星上去 好 他没有动 那么呢 现在是有机会了 虚明前面一定要出现魔之星 魔之星前面一定要出现高法波 高法波跟法报走了一个 又掉了法波 那么我们接着代表法波 好 来啊 我们还是要看着这个虚明的位置 来 法波上去 好 他依旧没有动 是好事 前面要出现魔之星 一定要记得这个顺序 虚明前面要看到魔之星 好 魔之星前面要看到法式波动 法式波动没出现 就是暴击掉了 其他技能都不会掉了 因为前面的技能 就只是固定的 暴波膜三本 除非你有高幸运 或者高级招架 或者高级神技 才会产生暴波膜的顺序变化 来 法报接着上 好 来 还是一样的 前面看到魔之星 前面看到高法波 好 这个情况下呢 只要什么 魔之星的正下方出现高神佑 这个宝宝100%是掉慧根的 不然的话 他只会掉高神佑 所以呢 这宝宝要确定是高神还是慧根掉 就看魔之星的正下方 是高神 那就说明这宝宝慧根掉了 其他技能全部都在 一个技能都不会掉了 那也就说明老板 你这宝宝已经可以卖前去了 大概4000 5000这个样子 好吧 好 我们检查一下 这样子学会了吧 感谢观看